大家好,我是Isaac 今天要分享的是干肉骨茶的做法 来看看我所用到的材料吧 砂锅热油后,先加入蒜末去炒 接下来是鱿鱼丝 然后是大洋葱 要不停的翻炒,火也不能太大,以免炒糊 接下来是加入干辣椒 这道菜就是要够辣才刺激的 炒这个油也是要足够才可以 然后加入羊角豆去炒 然后加入排骨和瘦肉 排骨和瘦肉都是从肉骨茶汤里取出来的 最后是加入预先准备好的酱料 这里是酱油,黑酱油,蚝油,各一茶匙 最后最后加入两勺的肉骨茶汤 然后继续的翻炒 让肉骨茶汤汁渗透每一样的食材 干肉骨茶出锅了 我今天用到的是马来西亚式的肉骨茶 这种肉骨茶都要柴味比较重 颜色更加深,适合用来炒 新加坡肉骨茶味道和颜色都比较清淡 适合用来做汤的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做法 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肉骨茶呢? 欢迎留言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